欢迎来到我们的热搜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二月份的新屋销售 比上个月下降了0.3% 虽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9% 但这个数字还是略低于华尔街的预期 看来买房子的人可能需要再等等 看看市场会不会有更好的机会出现 接下来我们飞越大西洋 看看西班牙发生了什么 西班牙国家法院最近解除了 对电报通讯服务的封锁 原来这个封锁是因为媒体公司的版权投诉而实施的 但现在看来自由通讯的天空又放晴了 这对喜爱使用电报的用户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最后我们来看看肯塔基州的立法机构 那里的游说活动创造了新的记录 肯塔基州商会在推动自动驾驶汽车 合法化和监管的法案上花费了巨资 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不甘落后 投入了大量资金游说支持其立场的法案 这场游说大战不仅反映了不同组织对法案的热切关注 也展现了立法过程中的财力较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简报 希望这些新闻能让你对世界发生的事情有更多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二月份新屋销售下滑 略低于预期 雅虎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美国二月份的新屋销售同比上月下降了0.3% 然而 与去年同期相比 销售额增长了5.9% 这一数据低于华尔街的预期 法院解除对西班牙电报消息服务的封锁 雅虎 西班牙国家法院已解除对电报通讯服务的封锁 最初 由于媒体公司对侵犯版权的投诉 该封锁措施被实施 消费者保护机构批评这一封锁措施不成比例 而法官圣地亚哥 佩德拉斯在等待通讯服务总专员 对该公司的报告后解除了该命令 肯塔基州立法机构的游说创造了另一项记录 谁花的钱最多 雅虎 肯塔基州商会 Kontucky Chamber of Commerce 已经花费了1.05亿美元游说一项法案 该法案使该州的自动驾驶汽车合法化和监管 以及使该州更接近于无所得税的预算法案 肯塔基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f Kentucky 也花费了9万6千美元游说共和党支持的法案 该法案将加强该州的大部分刑法 该法案引起了进步派和保守派游说团体的批评和支出 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不同 德克萨斯州公共政策基金会是一个保守组织 尽管如此 它还是反对该法案 为此花费了17500美元 该法案的广泛范围也吸引了专注于该法案特定部分的游说兴趣 例如肯塔基州司法协会 Kentucky Justice Association 游说反对该法案中与其所代表的群体有关的部分 原告的律师 总的来说 该组织在1月和2月花费了5万美元来游说立法机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